之前网络上一直有网友传说 艺人罗志祥疑似得了性病 让罗志祥是大为光火 甚至不管走到哪里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 他不堪其扰 两天前呢 他是拿出了健康检查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昨天下午出席活动的时候 也表示还他清白了 他很开心 而且呢跟飞文这个女主角郭彩杰跟杨成林 隔空喊话 难言好心情 中队小说 罗志祥 穿着红色格子衬衫 戴着墨镜 罗志祥率气现身走秀 粉丝媒体大阵仗 激爆了广场 不过媒体焦点 始终围绕在八卦传闻上 我觉得呢 在别人伤害你的时候呢 没有人保护你的时候呢 你干脆自己保护你自己 你干脆把最真实 然后最有证明力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 被网友在网络上到处发布 得到性病的消息 让罗志祥不堪其扰 甚至拿出健康检查 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妈妈只是说 如果你觉得 妈妈只是很难过住 如果你真的觉得 你没有做的话 就拿出证明给大家看 让大家安静 那心情还OK啊 还蛮好的 因为还我清白了 不过再讲到因为自己的传闻 让女性郭彩杰和杨澄霖 受到伤害 还在家里痛哭 罗志祥则是不敢搞笑本色 在现场跟他们隔空喊话 没事啦啊 杨澄霖还有那个郭彩杰 平安 没事 健康 我觉得攻击我没关系 但是不要去攻击女生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当的一个事情 即使八卦传闻重伤 罗志祥人气 丝毫没有受影响 跨年当天还全台遭套套 先到桃园开场 再到高雄进行跨年活动 南北两边跑 为压言已经接了两场 一场250万 总共进账500万 堪称年底最会捞钱的男艺人 今天新闻台北综合报导